不是 怎么还有人怀疑飞蛙将军的含金量啊 在四神宫 也是玉空所在的地方 来到玉空旁边会剪到一本书 叫黄中系统公平记录 里面记录各个线州的报告 其他线州要么是什么损失报告 要么是考古记录 而到了飞蛙所在的要情 星历8098年5月 大节 8098年6月 大节 10月 大节 11月被姐姐玉空好说再说休息了一个月 12月 大节 我感觉飞蛙可能会觉得最难的一个月是11月 要不是看玉空的面子 就接着战斗爽了 就这大方 怪不得有人说龙虎的运气远 升值很慢 这要情这升值能补快吗 越越打仗 越越大节 这飞蛙的军功 真要是有实际奖章啥的 把身上挂满都挂不全 将军只是要情的上限 不是飞蛙的上限 所以飞蛙的含金量还不高吗